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韩国队昨天金锦娥输出以后显得非常的痛苦 昨天其实就输在金锦娥的身上 他作为一号主力选手没有能够拿下一分 这是很不应该的 丢两分 这是大机会 第一主力丢两分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现在黄南还是利用发球抢攻 郭月也是在对帕弗洛维棋的时候 也是开局利用发球抢攻 2,4 3,4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楠领先三分 好球 王楠在小组赛当中呢 曾经打了两场3比2 但是在昨天对朝鲜的比赛当中呢 王楠是在第三场 非常轻松的以3比0 战胜了对手 科斯特罗米纳呢 一直是打着白俄罗斯的这个队的第三号 那么他的销球的技术 包括他进攻的能力 和他们白俄罗斯队的一号选手 一号主力 帕弗洛维奇 水平上有所相差 2 9 王楠9比2领先 10 2 11 2 非常轻松的比分 11比2 先拿下了第一局 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现在我们来看王楠和帕弗洛维奇 和科斯特罗米纳的第二局的比赛 轻脱一般 想通 非常漂亮 打得也很巧妙 这个看出来这个姜还是老的辣 就是该清的时候清 该重的时候重 这次我们 我们女队在这个封部训练的时候 也是特别针对销球这个打法呢 加强了一些战术性的训练 也就是以巧制胜 同时呢 在综合的这个能力上 在拉球的实力上面也有所加强 第二局呢 王楠开局是5比0 5比1 5比2 现在 中方运动员呢 在实力上面 王楠还是略显着上风 那么第二局是6比2领先 王楠这名老将呢 目前 已经囊括了 乒乓球 三大 世界赛事的所有的冠军 包括混合双打 而且王楠呢 在这次视频赛 如果再能获得团体冠军的话 那么他 所得的 冠军的 这个次数呢 就要 高于邓雅平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突破 王楠曾经是 三次世界紧标赛的女子单打冠军 同时也是 悉尼奥运会的双料冠军 也就是悉尼奥运会 获得女双 女单 那么在雅典奥运会呢 他是 和张宁宁合作 获得了女双冠军 但是王楠现在追求的是 2008年的奥运会 希望自己能够参加 并且呢 获得好的成绩 在这呢 我们也特别注意 特别的 祝福王楠能够坚持到2008年 10比4 第二局的比赛 王楠就1比4 又非常轻松地拿下第二局 现在王楠也2比0领先 我现在有一位 来自重庆的观众 手机尾号是9024 他的留言是 张一宁的游刃有余 让国人放心 王楠的自信洒脱 让对手望而却步 郭月的敢打敢拼 让对手不堪一击 中国玫瑰 国人的骄傲 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位热心的观众 能够鼓励我们中国的运动员 并且肯定他们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呢 中国队的运动员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呢 中国队的运动员 确实有这种超脱的心理素质 包括高人一等的技术和实力 所以才能让白俄罗斯队 在昨天胜了韩国之后 没能够继续保持好的这种状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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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王楠在第三局呢 是5比2领先 现在随着这个48届世平赛的 越来越靠后 比赛也将越来越激烈 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是一场男子的四分之一的比赛 大约在凌晨一点钟 给大家现场直播 另外呢 在明天 就将进入到一个白日化的阶段了 明天呢 晚上19点开始 我们现场直播男子单打 男子团体的半决赛 在22点晚上10点钟 是女子单打的决赛 然后呢 在凌晨一点钟呢 有另外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最后呢 就在5月1号 劳动节这一天 在晚上19点15分 将是男子团体的决赛 那欢迎您届时收看 男子团体的形勞 男子团体的决赛 是男子团体的决赛 一天 以后他是不是 决赛 他叫他参与 男子团体的决赛 他叫他参与 男子团体的决赛 好球 现在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 那么这样黄南就以3比0战胜了乌斯特罗米纳 从而中国队以3比0战胜了白俄罗斯队 进入到了明天的赛亚军的决赛 由于中国香港队是战胜了日本队 这样明天将是在22点晚上10点钟 将进行女子单打的决赛 欢迎切实收看 就是中国队对中国香港队 同时明天有两场男子半决赛 男子半决赛 男子半决赛 同时袁雅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